好 今天這個評價狼 到底這個面板杯哥什麼時候會唱完呢 我們來看看這些數字好像越看 還看不到這個血流成河的終點在哪裡 因為主要是剛剛不斷的談的 我們現在是面臨的殺價競爭 面板就是殺殺殺 那麼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國是元凶 剛才那個敏寬講 中國現在開早餐店一樣 那麼產能過剩 然後價錢又不斷的殺價競爭 加上中國這三個因素造成面板杯哥唱不完 特別是現在中國有個新銳面板廠 叫做中點彩虹 背景非常特殊是 很多這個面板是政府來補貼 這家本身自己就是政府 充電彩虹 這麼厲害 還有一個是我們台灣 是不是也是幫兇之一 群創48位的工程師 當時就集體跳槽這個新的面板廠 參與了8.6代廠的興建 讓當時的郭台銘非常的震怒 所以我們自己在幫中國 來到這個地方 我們要先跟各位談幾件事情 前幾年台灣的面板不景氣 很多傑出的一級經理人 帶著很多的工程師去了 現在來看的話 其實中國來到這個地方 他們自己的面板也是偉大不掉 我舉個例 蘋果他們最新 蘋果過去沒有把京東方認為 是他們的一個供應商過 蘋果最新的一個方向他們說 京東方會列入2020年的一個供應彩銷 那當然這證明了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京東方它的技術已經 因為它是先進的技術 它達到了一定的一個水準 但是看到報價 各位有沒有發現到 最近連韓國人他們都說面板要減產了 為什麼呢 京東方的一個報價真的是出來 把韓國人都打昏了 7.5代 8.5代都不錯了 京東方它有可能的一個報價 會低於現在市場的一個規則 15%到20% 也就是說第一個 大量國家支持 然後很多的人才過去 過度擴廠來到這個地方 未來的面板還是 非常難打的一個市場 當時他們跳槽的薪水有多高啊 當時跳槽的薪水 這個市場上有各自不同的一個傳聞 但是各位你要去想一點 那個時候公司已經說了 說未來很多人他就不再續聘了 你會去在乎說你的薪水有多高嗎 對那個時候很多人來說 他們是只要有新的舞台 能夠讓他們發展 對他們只要能夠去 那現在載的還有幾個 現在48個過去 目前這個數據沒有 但是我們可以確定的是 那幾年的時間 剛好是中國他們的面板廠 蓬勃發展的時間 所以國家的資金進來 台灣的工程師 全世界的資本 然後最恐怖的是 我剛好跟各位報告 內蒙古那個才多少人 人口才300萬 然後二爾多斯 都可以跟你開一間面板廠 中國是不是把面板廠 當成早餐店再開 那中國是請國家之力在做 挖腳不手軟 我們要來看中國目前 他們大尺寸面板的出貨量有多恐怖 為什麼全世界受到衝擊 請讓我們跟大家分析一下 我們剛才在談到這個中國 我們現在這一 今年度疊最慘的就是大尺寸的面板 像郭台銘那個廣州 那個就是大尺寸的面板 不是疊最慘的 我們從最實際的數據來看 這是真實的數據 在今年 2019年今年第一季 跟去年同期的第一季比較起來 你可以看到紅色框起來 就是中國的產量 中國的產量 大幅跳增 本來是177 大幅跳增 你看數字大家會看 這是1000%的成長 10倍 對 10倍 嚇死了 所以為什麼 所以為什麼 過去面板今年疊最慘 就是因為這個大尺寸 全部開出來了 你就造成這種 哪一個國家最慘 其實不是我們台灣 其實我們台灣這個產量還好 我們還是Hold住 有一個國家已經大幅減產 我們三也還好 對 只剩下三 有一個大幅國家大幅減產 叫Japan 所以像他們JDI 夏浦 都面臨很大逆風 可是他們就開始做 開始減產這個動作 因為他知道 他知道怎麼會贏 都打不贏中國這個擴產 嚇死了 所以各位觀眾朋友看清楚 剛才官家有提到 我們電視那種越大 越大的以後就是越便宜 我永遠記得那個畫面 這個鴻海郭台銘的董事 站在電視機前面 介紹他的家家自家品牌 說我的電視多棒 多好 這個時候 這不勝唏噓 我們可以再往下看一下 內心在堂寫 對 中國這樣拚有沒有賺到錢 中國這樣拚 我問好問題 誰在擴產 就是京東方 京東方我們會看到 營收的確都有在往上 都在大幅 過去三年都在成長 包括今年上半年都還在成長 但是我們不是在看營收成長嗎 因為你一直在出貨 盡力這部分 哇 去年就已經大減 這個盡力的部分 去年就已經大減了一半 今年上半年繼續大減一半 腰斬再腰斬 所以這個很簡單的一個理論 這個就是打敵人傷敵100對不對 自己要先內傷50 不過我覺得京東方 他不在care這個獲利 因為他是中國官方福祉的 其實你不要小看這貨 他好像還可以賺錢 因為我們有打的群創是賠錢的 他好像還有賺錢 各位觀眾 你錯了 其實他如果你把他扣掉補助的部分 他也在賠錢 所以我覺得 他其實算是把整個面板起來 一起拖下水的概念 這中國要拚到什麼時候 把大家都幹掉 他幹到 這個也很好幹 結果你全部都倒了之後 只剩下我一個 我再慢慢減產 當我減產之後 這價格就慢慢往上 現在中國能夠支撐這樣繼續拚下去嗎 其實他們有錢 他們沒有壓力嗎 全世界景氣都不好 其實他們官方福祉 就是一個概念 就是把你撐下去 撐下去 流血站 他其實是無所謂的 就是要撐下去 就是撐下去 好 這邊我有幾個yes 也幾個no yes就是說 其實京東方政府補貼很大 為什麼 我跟各位觀眾講一下 京東方從以前投資到現在 總共 人民幣 這麼多 台幣就一兆多了 可是你知道他自己 本身京東方出資多少 他才出資653億人民幣 也就是說他自己才負擔 兩成多而已 其他政府幫他出了 1037億人民幣 難怪講話動作這麼大聲 所以當要虧的時候 他可以虧得比較少 可是我舉no的意思是說 我覺得他也不會讓他一直虧下去 因為中國還有一個最大的一個 未來的一個發展戰略是半導體 因為半導體它要發展的錢更多 如果我今天 我這邊隨便把它虧個1千億 2千億 再怎麼樣 因為中國還是有商 但是他要做半導體 他一定也需要很多的資金 所以我覺得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京東方 惠科 華興光都開始減產 為什麼他減產 如果我想要把 台灣或韓國的面板廠打敗 我就減產 我就不要減產 就要我繼續加碼蓋 但是為什麼他沒有 也有壓力 他也有他的壓力在 OK 所以現在也開始有壓力浮現了 我們來看一下 未來產能跟供需怎麼看 請鄭博士 這裡我們覺得滿有趣的 供給成長率其實會 剛剛講會減產的 從8掉到5掉到4 但需求是增加的 對 對不對 這個其實我們就可以看出 現在我們先講供給的部分 就是未來就是從2019年到 2020年 2021年 你看這都是中國的廠 對 他們持續在擴增 目前我們已經剛剛 這個廣州的這個 在中國這邊的 他其實已經宣布就是要延宕了 對 延宕 那未來這邊 到底會不會真的 這麼就是如期的開出 還是也有延宕的情況 這個其實就很難講了 所以他就會影響到你的產能的攻擊 那因為除了這個產能開出以外 那像韓國的三星LG 它就要把它的生產線 就是要慢慢的把LCD關掉了 它去發展新的面板的一個技術 韓國已經認輸了 它其實也不是說認輸 因為它覺得這一塊的毛利已經很低了 對 我不用在這邊跟妳糖 不要再跟你硬拚了 對 這個就沒有什麼意義 其實還有很多新的發展 所以它的攻擊上 其實你會看到 它其實慢慢的就是在下降 對 那需求為什麼可以成長 因為其實面板的用途是非常多的 像我們前一集介紹的飲食的那個 現在你看很多餐飲業 它不是都有很多看板嗎 你現在你要自助點餐 其實都有看板 對不對 然後也像之前介紹的Gogoro 機車也需要 那還有像這個面板也是需要 那你很多地方其實都用得到 或者你去捷運站 看到很多廣告看板 這些其實也都是新的一個需求 所以需求是增加 對 所以其實這幾年不好 我個人是沒有到那麼悲觀 雖然說我們知道它虧損 可是友達曾經虧 兩年虧一千億 那時候不是大家也都說它很慘 結果它後來就連轉了六年 對 所以我覺得 有時候就是 絕入之後就開始可以風生 也不用說 危機又轉機 你的意思是說他們現在開始減產 未來需求又會增加 對 所以友達我們台灣的面板廠 只要撐過還是有機會 對 是說現在可以投資的意思嗎 我們翻譯上對不對 面板廠真的是意來意去的 這個群創 之前有賺錢的時候 老闆是在報紙上喊話說 我一開門就賺一億 那現在賠也是 一開門就賠一億 所以剛才博士講得很對 所以如果以需求來看 如果大家 重點還是放在減產 那個產能能夠減下來 那個報價自然就 因為就供需理論 報價自然就往上 我覺得就會比較有機會 其實看起來是會減產 對 所以其實 而且你看到2021年之後 就沒有2022年2023年了 可是其實這種面板 你會看到很多新的一些應用 有時候之後你看到的面板 它可能像我們這邊 這塊面板是這樣子 我可以把它捲起來 對 我需要再把它打開 這其實也都是未來的應用 所以說面板投資人 還不要太失望 有機會的 對 也只能這樣 也只能這樣想 也只能這樣想了 不然能夠怎樣 還能怎樣 在地面嗎 就是 陽光的一面 陽光的一面 OK 相信太陽依然會明天再次升起 對 有到這種程度 沒有 你這樣講完本來覺得 你弄北觀越想越背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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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是會再起高峰的時候 對 希望我們台灣面板廠可以撐得住 謝謝博士 我們看到台式的中國面板廠 這樣子不斷地往上衝頂子 其實背後就是我們台灣團隊 我們今天這麼慘 是不是也算是我們 什麼瘦 什麼做什麼瘦 製作自受 早戰犯 這裡面板廠的這個問題 可以很有代表性 就是在講所謂的中國模式 中國模式 我舉一個例子 我們平常以前 比如說日本有一個不修鋼廠 為了對付我們的唐龍 他把不修鋼的產品壓得很低 他們撐不下去 退出 退出以後 這個日本廠再把價格拉回來 原來賠的全部賺回來 原來這個是民間企業的商業競爭策略 現在是中共 所以他給國家補貼 給那些號稱民營企業也好 還是國營企業補貼 補貼以後 把台灣 韓國的競爭者打敗 把他們的人才挖過來 然後呢 將來他獨佔以後 還是市場佔有率很高以後 他再把價格拉回來 把以前的損失全部賺回來 然後人全部都再趕回去 這種商業模式 對 這種商業模式 就是說紅色供應鏈崛起 打到台灣自己 可是也是很難以避免的 他有一個重點 就是技術達到成熟 或者相對成熟 如果那個技術領域還在推的話 還在發展中的話 他這一招就做不起來 所以因為現在面 因為那個時候面板 還有那個什麼記憶體 這些東西 相對來講 技術上的進展已經變慢了 所以他挖人才來落後追趕 他可以做得起來 是這樣子 比較先進的行業 技術還在推進的行業 他這一招就做不起來 好 我們還有盼望還有期待 那麼接下來還有哪些 可以特別來觀察投資機會呢 心情報告